维权的朋友们大家好 要他们做好预防性措施 避免出现群体事件 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强调 绝不能破坏节日气氛 因此不得使用暴力手段 对待上访群众 必须以说服和安抚为主 特别是十一当天 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值班 遇到群体性事件 要立即赶赴现场 与群众当面沟通 鉴于大多数群体事件 都是以经济诉求为主 各地党委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酌情向自愿解散回家的维权群众 发放节日慰问金 每人最多不得超过两千元 过去这些年 很多人房屋被强拆 土地被强征 投资被诈骗 财产被侵吞 工作被剥夺 环境被污染 很多退伍金人的待遇没有落实 很多人遭遇过司法不公 很多人的健康被毒食品 毒疫苗伤害 很多人经历了多年上访 维权 但是到处碰壁 毫无结果 现在机会来了 今年十一是一个十年一遇的维权好机会 有一个遍及全国各地维权群体 将会带头上街 一边庆祝国庆 一边进行维权 希望所有维权人士都去参加 希望大家也提出各自的诉求 人多力量大 全国大联动 请大家向本地维权群体 广泛传播这个消息 十一的晚上六点 准时到达下列地点集合 上海 南京步行街第一百货门口 浙江 杭州延安路546号 杭州百货大楼门口 江苏 南京新街口步行街 新街口百货门口 湖北 武汉水果步行街 中百仓储门口 湖南 长沙步行街 商业街的黄心广场 江西 南昌广场 北路万达广场 安徽 河飞淮河路步行街 河家福超市 四川 成都春季路 步行街 孙中山同向 重庆 解放碑广场 福建 福州五一广场 贵州 贵阳国际会议中心 购物广场 云南 云南南平步行街 百货百大新天地 广东 广州火车站 战前广场 广西 南宁东葛街 飞凤市场门口 北京 王府井 步行街南端 天津 天津 圈夜场门口 河南 郑州二西广场 河北 石家庄 永辉城市广场 山东 济南 全城广场 山西 太原五一广场 西侧 启凤街口 陕西 西安东大街 民生百货门口 甘肃 兰州 步行街 新世界 百货门口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新华大街 五十六号 招商银行门口 辽宁 沈阳太原步行街 新天地购物广场门口 吉林 长江路步行街 长春银座 黑龙江 哈尔滨 和平 五道街 与和平路交汇处 不能到达这些地方的维权人士 请到各省 市县 政府门口集合 到达集合地点后 先一起唱国歌 迎国庆 再起喊爱国口号 然后 我们提出各自的诉求 请领导解决 请公众关注 下面是部分爱国口号 请大家集合时一起喊 我们爱国家 国家也要爱我们 我们为国家流血汗 国家不要让我们流泪 迎国庆 降物价 要工作 要生存 拒绝污染 还我家园 还我房屋 还我土地 还我血汗钱 打倒贪官污吏 建设 伟大国家 好 坐在哪里 我家园 我家园